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电视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孟宇飞 今日的新闻,我们首先来看看加拿大政客与赌博广告之间的利益纠葛 许多读者来信呼吁禁止安大略省的赌博广告 并指出一些政客可能与外国势力合作,以谋取私利 这些信件反映了民众对现行政策的不满和担忧 接着我们转向日本 一位知名的整形医生悬赏近十万美元 捉拿一位在禁国神社撒尿并涂鸦的中国网红 这一事件在中日两国引发了强烈反应 进一步加剧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 最后,我们来看看中国科技巨头腾讯在新加坡的新动向 腾讯已将新加坡员工搬迁至一座29层的办公大楼 这一举措反映出新加坡办公市场的变化 以及科技公司对灵活办公空间的需求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环球邮报的一封读者来信中 Glenn Brown表达了对加拿大政治现状的担忧 他指出,一些议员为了自身利益与中国和印度合作 这使得加拿大的政治系统更像是为政客、顾问和民调专家服务的私人就业机构 Brown认为,加拿大曾经是一个以和谐、和平和良好治理著称的国家 但现在却变成了其他国家的战场 他呼吁加拿大恢复并提升其独特的美德 而不是成为其他国家的角斗场 在另一封信中,Allen Ball讨论了加拿大的住房危机 他认为,解锁更多廉价土地可以让多个城市地点进行协调项目 但他警告说,不要让开发商通过自上而下的计划来操控这些土地 而是应该将土地分成小块,指定用于住房建设 不进行任何分区限制 David Gorick则回应了一封关于Winshadi市新医院建设的信 强调现有的医院服务远远不够 新项目计划已经准备就绪 并将在2026年开始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了一位日本整形外科医生 悬赏10万美金捉拿一名中国视频博主的事件 这位博主在东京的晋国神社撒尿 并喷涂厕所滋养引发了日本的愤怒 整形外科医生高虚克弥称 容忍对卫国捐区战士的亵渎行为的国家 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晋国神社祭祀着约Lambra 50万名日本战事者 Boss或被定罪的战犯 中国和韩国等日本侵略受害国 视其为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 这位博主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以铁头为名 发布了一系列视频 批评辅导核电站出离国的废水排放入海 并在晋国神社撒尿和喷涂 虽然他的行为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获得了一些支持 但也有人质疑他的动机 认为他只是为了博取官司 日本警方正在调查至少两名嫌疑人 高须克米引起极右翼观点 和否认日本战争暴行的言论而广为人知 他的悬赏行为也被视为吸引公众注意的举动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科技巨头腾讯控股公司 已搬入新加坡的一座高档办公楼 集中其在新加坡的员工 腾讯的员工从位于莱佛士坊30号的 WeWork办公室 搬到了位于新加坡中央商务区的 Capita Sky大楼 腾讯目前占用了一层楼 约为56000平方英尺的灵活办公空间 未来腾讯可能会将位于附近 Capita Spring大楼的员工也搬到新空间 Capita Sky的其他租户 包括德国金融服务公司 安年和波士顿咨询集团 腾讯的搬迁反映了当前办公市场的谨慎情绪 科技和金融等行业的裁员 以及居家办公趋势 使得一些公司在一个地点集中员工 同时保留未来扩展的选项 尽管如此 新加坡的办公室控制率仍然较低 显示出其在吸引低财富和企业方面的优势 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公司 如字节跳动旗下的抖音 和在线快死上零售商Shane CNN报道指出 中国政府一个贸易团体正在为俄罗斯买家 寻求无人机探测器和干扰器 这引发了外界对北京可能向莫斯科提供 居民两用技术的担忧 广东省促进对俄贸易协会 在其官方微信账号上发布了一则采购通知 寻求无人机设备 包括无人机探测器和干扰器 该协会由广东省商务厅监管 旨在帮助俄罗斯客户在中国购买商品 虽然该采购通知已经从该协会的微信账号上删除 但仍在另一个政府机构的账号上存在 中国一直面临西方政府的巨大压力 要求确保具有军事应用的居民两用产品 不会流入俄罗斯的国防部门和乌克兰战场 美国指责北京通过出售此类居民两用商品 秘密支持莫斯科的战争 包括半导体芯片 导航设备和喷气机零件 尽管中国声称在俄乌战争中保持中立 但其与俄罗斯的经济和战略伙伴关系 自2022年2月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更加紧密 南华早报报道 马来西亚副总理阿摩扎西哈米迪表示 中国上周同意将马来西亚公民免签证入境的时间 延长至30天 以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此前中国已经决定将马来西亚公民的免签政策延长至2025年底 Suka Travel Tours总经理Adam Kamal Ahmed Camille表示 希望新政策能带来更多的游客 尤其是穆斯林市场的需求不断增长 马来西亚人去年在海外旅游花费了约111亿美元 创下了东南亚热门旅游目的地的记录 尽管如此 在疫情期间 中国的旅游业几乎完全依赖国内旅游 2023年国内游客花费了约5.2万亿元人民币 马来西亚人对中国旅游的兴趣最近才有所增加 尤其是中国决定允许马来西亚人免签入境后 尽管如此 食品问题仍是一个障碍 许多马来西亚游客更喜欢韩国、台湾和日本等地的食品选择 南华早报还报道 随着气温上升 亚洲对空调的需求正在威胁其气候变化目标 今年5月29日 印度首都新德里路得52.9摄氏度的极端高温 尽管印度气象部门后来表示可能是传感器故障 但热浪已持续速周 极端高温不仅是印度的问题 自4月以来南亚和东南亚大部分地区 包括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缅甸、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都经历了长期的极端高温 空调制造商报告称 面对前所未有的需求 它们面临短缺问题 国际能源署2018年的一份报告显示 到2050年 全球三分之二的家庭预计将拥有空调 其中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占一半 印度预计将在2045年左右超过中国 成为最大的空调性消费者 空调需求的激增不仅是快速变暖世界的结果 也是进一步变暖的推动因素 尽管印度和中国已经批准了 旨在逐步淘汰清浮碳化合物的基加利修正案 但扩大这些措施将面临巨大挑战 能效政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减少制冷需求 但在这些措施全面实施之前 能源灵活性是一个更实际和及时的解决方案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位于维多利亚州西部的小镇Minib 可能很快会成为全球最大的稀土矿之一的所在地 澳大利亚的Astron Corporation 在获得美国优生产商Energy Fuels 提供了1.83亿美元资金后 该项目得以推进 Astron Corporation的首席执行官Tiger Brown表示 该项目在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意义 预计将在2026年开始生产 并计划在2024年底前 再筹集2.4亿到2.5亿美元的贷款 以便在2025年开始建设 该公司已提交了矿山的工作计划 等待维多利亚州政府的最终批准 稀土农所物将含有微量的放射性元素油和鱼 Brown表示这些元素将被安全管理 尽管有些当地农民对缺乏社区咨询感到失望 但该公司承诺将尽力解决社区的担忧 并计划升级道路以提高安全性 日经亚洲 韩国正在拉拢非洲国家 以确保生产电池、电动汽车和智能手机 所需的关键矿物供应 韩国总统尹熙月在首尔主持了 韩国首次与非洲国家的峰会 邀请了48个非洲联盟成员国的领导人和代表 双方同意启动韩国非洲关键矿物对话 作为加强合作的制度基础 韩国贸易、工业和能源部去年将包括 Li、Li、Qi和石墨在内的10种矿物 列为关键矿物 目标是到2030年 将对任何一个国家的依赖减少到50%以下 南非的矿业咨询公司MS Ag Group的首席执行官 Ian Haddon表示 韩国政府正采取重要措施 包括与国内电池制造商合作 扩大进口来源的多样化 增加某些关键矿物的储备等 尽管这是首次峰会 但韩国长期以来 一直在与非洲国家建立关系 并与朝鲜竞争其合作和支持 南华早报 中国证券市场监管机构主席吴清 将在本月的陆家嘴金融论坛上发表组织演讲 吸引了投资者的关注 他们期待了解更多 关于支持中国9万亿美元市场的政策线索 吴清将首次在该会议上发言 主题为高质量金融发展驱动全球增长 自今年2月被任命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以来 吴清已经发布了一系列市场提振措施 以遏制股票市场三年的下跌 投资者对进一步的政策支持抱有很高期望 特别是在中国于4月发布了全面的9点指南文件后 该文件概述了资本市场长期发展的蓝图 陆家嘴论坛将汇集约70位发言人 陶论全球货币政策协调 绿色金融机制创新和老龄化经济等主题 CSRC和上海市政府将通过论坛制定协调机制 进一步巩固上海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 南华早报 香港前锋佩雷拉表示 他毫不畏惧 在没有保险的情况下参加世界杯预选赛 对阵伊朗和土库曼斯坦 尽管他在赛季结束时 被本地超级联赛俱乐部南区意外解约 目前正在与其他俱乐部洽谈 但尚未签订新合同 因此没有保险保障 许多球员如于在贤 张希贤和林衍廷 为了解决未来问题而缺席比赛 但老江中 后卫赫里奥·贡萨尔维斯 在周日晚间给临时主教练 沃尔夫刚卢瑟发信息 表示在与节制签订新合同后 可以加入球队 佩雷拉对前主教练 约恩·安德森的辞职感到复杂 但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参赛 尽管受伤可能影响他找到新俱乐部的机会 并且没有经济补偿 但他表示毫不畏惧 并愿意为香港而战 佩雷拉在2016年来到香港 曾效力于元朗、李文和公民 并在南区的四个赛季中打进59球 他于去年12月获得香港护照 并被安德森召入1月的亚洲联亚洲杯决赛阵容 但他的国际生涯尚未起步 佩雷拉表示 即使安德森的离开可能影响他的商场机会 他仍会全力以赴 争取帮助球队 南华早报 美国总统乔·拜登周三抵达法国 纪念二战诺曼底登陆80周年 并宣传美国作为民主和国际联盟捍卫者的形象 以此对比他的竞选对手唐纳德·特朗普 拜登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表示 美国仍是世界强国 强调美国安全依赖于全球联盟 而特朗普则倾向于放弃这些联盟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 约翰·纳德斯·科比表示 二战展示了强大联盟和伙伴关系的价值 拜登将此作为优先事项 拜登的行程包括访问埃斯尼·马恩美国公墓 并参加诺曼底登陆国际纪念仪式 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晤 并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 拜登还将在奥马哈海滩的霍克角发表演讲 强调捍卫自由和民主的重要性 呼应40年前里根总统在同一地点的讲话 拜登的言论不仅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 还明确针对特朗普 后者因曲绝接受2020年选举结果和支持国会暴动 而被拜登视为民主的威胁 南华早报研究发现 中国政府在武汉首次封锁后 获得了显著的公众支持 但在两年后的上海封锁后 其支持率出现急剧下降 低于疫情前水平 丹麦美国和香港三所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 在2020年2月封锁期间 受访者对北京的信任评分 从2019年5月的8分提高到8.5分 然而2022年9月上海两个月封锁后 信任度从3月的8.6分急剧下降到7.8分 甚至低于2019年的水平 研究人员认为 上海封锁事导致对中央政府信任度下降的主要原因 上海居民通过社交媒体 曝光了严厉的控制措施 及其造成的广泛痛苦 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抗议 2022年11月 上海、北京和成都等多个城市 爆发了大规模抗议 要求放松严格的防疫措施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抗疫活动和经济困难 促使北京在2022年12月放 松了大部分防疫控制措施 尽管如此 研究人员指出 最初增强公众信任的政策 最终可能导致对最高领导人的信任 不可恢复的损失 谢谢您的收看 下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已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